真的 龐哥这个您真的要讲一下 您等一下要事办 那是你做二十年了 这个叫做少林寺的养生气功 而且是达摩世 我们先讲是谁教你的 我们在那个松山少林寺拍戏 然后我们从进去的第一天开始 就看到有一位 有一个老和尚 就是常常在那个少林寺里面走来走去 人家就介绍 那是他们的住持 住持 老住持 然后负责人 然后我们常常 我们拍戏呢 他就过来 有时候跟我们简单聊两句 然后先锋倒过 然后日子久了嘛 我们拍两个月 日子久了就跟他认识了 熟了 熟了 结果我们到 我到那个 我们要拍完收工的前一天 明天要离开了 我就 我就 这位大师 这个 谢谢您关照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关照 您 我说您今年高寿啊 我几岁啊 我记不清楚了 记不清楚了 九十几岁 记不清楚了 我说 哎呦 您这个 这个先门道鼓啊 难得有这个机缘吧 能不能教我一下 那个 怎么 怎么养生的啊 他一看 他平常 平常我们就跟他聊天嘛 聊天还挺弹得来的 他说好 那我就教那个简单的 达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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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的 说得很简单 他就当场就做给我看一个 就是达摩祖师的动作 做 那我就问他 那这个 这个动作很简单 我 那那个 那个 我说那怎么做呢 他说这个 每天坐两次 早上一起床 什么也 什么也不做 你就坐 两分钟 然后睡觉前 坐两分钟 然后再上床 然后我就遵照他的指示 我就 我就坐 一坐坐二十年了 我坐了 今天二十多年 庞安你坐了 这个气功之后 你觉得 身体真的有变好 我 我曾经在 在友台 拍 所谓的本土剧 我最高纪录 七天六夜没收工 你的天啊 连拍七天六夜 这最坏的事吧 对 这真的是 然后平常三天 四天五天 常有的事 常常有的事 那平常我靠什么运动呢 就靠这个 就靠这一套气功养生 就靠这个 活了二十多年 Oh my God 我现在可以 请您示范这个 既旋又妙的达摩式吗 这个达摩气功 少年气功 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做 客厅 卧房 浴室 洗手间 都可以 首先就是脚张开 与肩同宽 与肩同宽 现在有个重点 脚跟要抬起来 脚跟要抬起来 脚跟抬起来 然后蹲马步 脚跟要抬起来 然后两手往上伸 呼吸保持均匀 开始计时 一百二十秒 好难 呼吸要均匀 对 脚跟要抬起来 脚跟要抬起来 唐哥抖没关系吗 抖没关系 就让他抖 不 我因为穿这个鞋 鞋子 鞋不太方便 平常因为光的脚 比较好做 手尽量往上伸 呼吸保持均匀 不要憋气 保持均匀 那通常一开始做的人 大概做个三十秒四十秒 就会受不了 对 三十秒四十秒 没关系 停下来 停下来 活动活动 然后再接着做完 两分钟 就这样 你说呼吸保持均匀 保持均匀 不要憋气 那然后最后收的时候 要不要 不用 没有关系 气到单点 不用 不用 恢复正常就好了 但是重点就是 每天早上起床 坐两分钟 睡觉前坐两分钟 是 持近一行 可以促进血液循环 帮助消化 可以根除便秘 这个太棒了 这个提供给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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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